Hello 大家好 在我们江西农村前段时间 在我身后这片竹林里面 发生了一件非常罕见的事情 就是在这片竹林里面的竹子 近来一夜之间全部都开完了这个花朵 当时就来这边拍了一个视频 后来很多网友就在视频下方评论里面说 竹子开花立马搬家 意思就是说 这个竹子开完花之后就会全部死亡 今天又来这边看一下 一看究竟到底是不是像网友说的那样子呢 像这种刚刚长出来的竹子 这一棵还是有很多的花朵 这个花朵好像也是刚开出来没有多久 上面有很多这种花瓣白颜色的 这种花开出来之后 有一点点像那个倒碎一样 也有点像我们那个玉米 开出来的花朵有一点点像 这一棵竹子长出来之后 竟然没有叶子 整棵上面全都是这种花朵 这边有一棵更老一点的竹子 这个竹子上面就有很多叶子 然后上面也开了很多这种花朵 然后可以看到 这个竹子开完花之后 它的叶子就在慢慢的变黄 这个底下的已经黄掉了 然后这边这里 这个也已经黄掉了 就是剩下尾部这两个还是青色的 这个花朵也开始慢慢的在枯萎 然后这个枝杀上面 这叶子也是一样的 这边也是黄掉了 这边也是 难道真的像网友们说的 这个竹子开完花之后 就会慢慢的死掉的这些竹子 这个也是啊你看 在这个山窝里面这些竹子 还有很多花朵 但是这个叶子可以看得到 明显的比之前黄了很多 然后在这边有一棵更大一点的竹子 这个竹子 它的枝干都已经变黄了 然后在这个上面 很多叶子也已经慢慢在枯萎 看一下啊 这个都是 这个花朵呢也已经干枯掉了 这个也是叶子都非常的干了 很多网友都说像这种竹子生长出来 如果就开花的话 这些竹子都会大面积的死亡 看来说的真的是没有错啊 虽然说这个地方还会长出这种新的竹子来 但是长出来的竹子都是这样子 直接是开花的啊 不是长出的那种竹笋啊 这里我看了一下 一个竹笋都没有看到 只看到有这种竹子开出来的花 之前来这边看的时候啊 我记得第一次来这边看这种竹子的时候 这些叶子都是非常的利的 利悠悠的一大片啊 不过今天来这边看了之后啊 非常的明显啊 这种叶子确实是慢慢的在枯萎 难道真的像网友们说的 这个竹子开完花之后啊 这竹子就会大面积的死亡 而且这一片竹林就不会有那个竹笋长出来了 所以说我们村里面的人啊都愁坏了 以后就不能来这边竹林掰这个竹笋了 看我们视频的朋友 像这种竹子开花 你们对它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这期视频就录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